大家好,我是James 这次我们A1金融教室的第31集呢 就会跟大家讲一些上市公司 可能会比较玩的,比较简单的一些才技 这一次讲的就叫做削减股本 那因为事关的缘由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 市场上面就传郭炳香正在筹组 一个叫做帝国集团的公司 就希望呢是借这个利新发展 就是488这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壳来上市 那么市场言之凿凿的股计呢 今年6月份利新发展削减股本的原因 就是为了卖壳去做准备 那首先在提问就是 问利新是不是真的会出售之外呢 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什么叫做削减股本 那第二条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说利新发展 它削减股本其实是对它自己派息 派股息是有利的呢 在这里呢我们就先回答第二条问题 那香港的公司法呢有两项规则 大家是需要先知道的 第一个呢就是当公司出现亏损的时候 还在会计上呢会把这种亏损累积去计算 而且放在一个呢叫做累积亏损的账里面 而第二个呢就是根据香港的公司条例呢 公司是不能在有累积亏损的情况下派股息的 这主要就是因为要保障公司债权人的权益 那假如我们举例来说 有一家公司它经历过多年的亏损之后呢 开始赚钱了 它在赚钱的情况之下 想去派发股息去回馈股东 但是呢因为它这么多年来 每一年都是亏损 它一定还是有一个叫做累积亏损的账在那儿 所以呢法例是不会允许这家公司去派发股息的 那当然了这家公司可以做呢 就是在得到法院和股东的同意之后 用缺减股本溢价账的这个形式呢 来抵消累积的亏损 在没有累积亏损之后呢 它就可以派发股息了 我们就以利新发展这一次缺减股本为例 它主要的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在截止2014年1月31号 削减股本之前 这家公司的累积亏损 有差不多57亿的港元 那股本呢就有88.3亿 而在这88.3亿之中呢 利新发展这家公司就削减了57亿 这个这么多的股本 产生的净账呢 就放进了削减股本储备账 这个户口之中 最后呢就把削减股本储备账 抵消了57亿的累积亏损 在完成削减股本的程序之后呢 因为没有累积亏损去拖累 所以呢保留毅力 就已经由原本的6.64亿 上升到了63.6亿 十倍的一个升幅 那大家都会问了 在完成这么多这个繁杂的手续去削减股本之后呢 股东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呢 如果只是就利新发展这些公司来看的话呢 理论上是不会的 因为呢利新立发的这个公司权益总额是保持在102亿 股东所持股份的股东权益和这个投票的比例 投票权的比例呢 也不会发生改变 当然呢实际上边呢 会有一些行政上面的开支的 那利发在削减股本之后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过 它其实是有利派息的 那为什么市场那个时候是那么确定 这家公司是想要卖壳呢 因为呢 我们当然知道这家公司跟郭炳香先生 有一些商业上面的往来关系之外呢 其实也是跟香港刚刚实施的一个公司条例是有关联的 新的公司条例就在今年的3月3号已经实施了 其中一个变动呢 就是允许发行没有面值的股份 而且呢 没有足够会计储备的企业 只要做出法定的偿债声明 也就是说 我证明我自己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就可以恢复派息 所以呢 利发同系的一家叫做利新国际191这家公司呢 就曾经表示过 他想要用新的公司条例 去加快派息的程序 那我们把整件事情连起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利发这一次削减股本 如果他只是为了去加快派息的进度的话呢 这未免就是舍意求难了 所以难怪就令人怀疑呢 其实利发这一次削减股本是为麦壳而做准备 好 这次这个简单的采集我们就介绍完了 希望能帮到你 下次我们再谈 拜拜